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3年的8月14日 最近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私信 希望我聊一聊最近中植系旗下中荣信托宝雷的事 其实有关中植系的金融版图以及风险点 我在2021年底中植系时控人谢直坤意外死亡的时候 专门做过一期节目讲解 并且那时候我就预警过 我说中植系旗下不仅仅是财富公司 包括斯木基金信托都会大面积爆雷 所以当这几天中荣信托爆雷案发生的时候 我没有第一时间出来做节目讲解 因为我觉得那期节目其实我该讲的都讲了 不过呢也的确是有很多新朋友没有看过 那我又回看了一下那期节目 我觉得我可以换个角度给大家打一个补丁 我们把焦点从中植系切换到中荣信托 我们以信托为切入点 来聊聊中国目前的金融投资产品 到底存在哪些致命的缺陷 相信看完这期节目会有助于大家更好地去理解 这次中荣信托的爆雷原因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 这次中荣信托的违约事件 前几天突然有三家上市公司 集中发布公告披露自己踩雷了中荣信托发行的信托产品 投资款无法收回 周五突然出现了一张聊天记录 有一个叫刘雨轩的人在聊天记录中说 除了中荣信托还有五矿信托 光大信托中行信托也会跟着爆雷 就这么没头没尾的一张截图竟然被广泛传播 最后逼得这几家被提到名字的信托公司发文出来辟谣 这事要是发生在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 不至于引起市场这么大的恐慌 但现在这个时间点 市场信心真的是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 随便一张图都可以激起千层了 不过咱们有一说一 仅仅凭这么一张截图的确不能说明什么 咱们要评估一款信托产品是否会爆雷 或者某一家信托公司是否会倒下 还是要凭数据和行业经验说话 那如果你问我 中国的信托业是不是普遍存在爆雷的风险 我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至于理由 接下来我来一一列举 中国的信托业从底层逻辑上说 它必然会爆的原因是制定的游戏规则漏洞太大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比如你现在手里有个一百万 你觉得存在银行利息太低 想多赚点收益 于是你就想去买一个信托产品 然后你拿到了很多个信托产品的说明书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那就是有些说明书里 你看不到底层资产的信息 只有一种信托产品会披露底层资产 那就是振兴类产品 也就是投资到政府项目里去的 这样的产品会有说明 它是具体投资到哪个项目 比如盖机场修高速等等 至于其他的产品 基本大家可以理解为是资产持运营 就是它只告诉你 它可以投资什么 但不会告诉你 它具体投资了什么 每一项投资的比例又是多少 这就是灰色地带 也是信托之所以会爆雷的关键 如果按照规定 信托管理人有义务向投资人 透露具体的投资项目 并且要定期更新 及时披露信息 但是实际操作中可以怎么做呢 有些比较烂的信托公司 有根本从来不披露信息的 就算投资人去问它也不告诉你 这种就属于低级手段了 那么高级的玩法又是什么呢 是通过层层包装 把真实的底层资产藏起来 不让你看到 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 比如某一个资产持运营的信托产品 它通过自己集团的关联公司 搞了一个资管计划 这个资管计划是信托和银行理财合资去投资A股 但是规定了银行理财出大头的钱 信托出小头 并且银行理财是优先级资金 信托是劣后级资金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这个资管产品亏损了 先亏信托的钱 亏完信托的钱 才可以亏银行理财的钱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信托这么傻 甘愿去做劣后级资金呢 所以我就说真正的底层资产 被他们包装好藏起来了 其实去掉这些包装 真实的情况是有人要摊掉这些信托的钱 故意搞了这么个投资A股 某些股票的资管计划 等到这些股票股价一旦被拉起来 就会有人高位坚持套现离场 然后资管计划亏损 信托的钱先损失 银行理财呢 就可能安然无恙 大家去看我两年前那期介绍中植系的节目 我在里面说的很清楚 中植系就是通过股权融资 来扩大金融版图的 说成大白话就是中植系 通过收购上市公司股权 然后拉高股价 最后套现离场来获利 但是形势急转直下的时候呢 有大人物权贵要套现的时候呢 大家觉得会不会有一些信托基金 抢着要去给这些大人物抬轿子呢 反正只要主子们赚到了钱 投资人亏不亏谁在乎呀 大家说是不是 这就是我说的 中国的信托业游戏规则漏洞太大 监管缺失 导致根基不稳 使得信托产品基本很容易变成 某些人敛财跑路的工具 那说完游戏规则 中国信托业注定要爆雷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现在的中国根本找不到 真正优质的底层资产 其实这话我在以前的节目中经常会说 但是这个话不是我这两年才这么觉得 好几年前我还在上班那会儿 我们业内就已经这么感慨了 表面上看我们能投很多产品 基本老外有的金融创新 中国能学的都学去了 什么理财基金信托应有尽有 但是如果穿透到底层资产 我们又会发现根本不知道哪里有优质的底层资产可以投 现在的中国如果从投资风险来看 我可以说除了大型国有银行的存款和国债还算安全以外 其他的投资种类风险等级都已经偏高了 你总不能做一个资管产品出来 只是去存国有银行的存款对吧 就存款这点收益 你怎么赚管理费呢 所以这种产品根本没有市场 所谓好的投资产品 必然是平衡了收益和风险后的一个较优配置 并且投资人承担了管理费以后 至少你要让投资人有高于银行存款的收益是吧 那么大家现在想一想 你觉得你在中国这个市场能组合出什么配置来 别说买美债啊 只能投资人民币产品 大家是不是想不到呢 A股不能投 地方债不能投 公司债就更不能投了 那投什么呢 期货贵金属那些风险又过于大了 对操盘的能力要求非常高 所以我们找了一圈 是不是找不到好的底层资产去投呢 那我们切换到美国 假如你现在在美国做一个资管产品 你是不是就能找到很多优质的底层资产 比如美债现在收益正在历史高位 再比如美股有这么多好公司 全世界最厉害的公司都在美国 大家的选择就非常多 是不是 那么为什么中国就找不到好的底层资产呢 还是那句话 土壤不行 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没有产业升级 更没有真正的创新 所有人都是赚快钱 赚一票就跑 赚不到那就骗 骗完那就更得跑 而且中国最厉害的强盗和骗子 都来自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 就这样的土壤 怎么可能会诞生好公司呢 我这里的好公司的概念 是不仅仅能赚钱 还要能分红 与民分利 而不是只会上贡 大家拿这个标准 去衡量一下中国的那些公司 然后你们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中国到底有没有好公司 值得大家去投资呢 按照我的判断 除了国有银行的存款和国债以外 在中国国内 其他所有的投资都存在 爆雷的风险 而且将来都会安各包过去 因为中国市场就像是一个赌桌 原先桌子围满了人 所有人都在下注 大家都觉得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赌 所以还不到自己下桌的时候 后来赌场老板坏了人 这家伙太贪心 他想要从这些赌徒身上 抽更多的水 谁不愿意给钱 就派手下威逼利诱 这么一来 赌桌上的人都吓坏了 他们争先恐后的想跑 所以这时候越跑得早 损失就越小 越跑得晚 不仅钱输光 甚至还可能被赌场 这个黑心老板打死 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投资产品 就是赌桌上的筹码 赌徒们跑的时候 能拿走多少就会拿走多少 就算拿不走的 也是进了黑心老板的口袋 总之最后赌桌上 不会留下一分钱 也不会留下一个赌徒 所以我说 无论是基金信托 还是理财 都会有爆雷的一天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propose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发现